我先說剛才 Hello Hello 各位觀眾 好了 再見 我們的咪咪可以發聲嗎? 是的 發聲說沒有問題 我們就繼續 如果可以的話 大家給我一個一字 因為你用了別的咪 第二套的咪 今天很開心 看見你 我很偶像 你就說 神經病 你是我偶像 我是你偶像 是的 那句話不太多了 真的 很少人是美貌與智慧並做的 你訪問很多嘉賓都是的 你真是第一套 是的 不要說這些 真的真的 那就看看 有聲音了 那就可以了 聲音是不是很足夠呢? 因為今天我跟咪 沒什麼完事 不知道 不知道為什麼 什麼事了 不要緊 今天很開心 有跟Erica聊聊天 你知道最近很多大新聞發生了 關於那些錢銀 可能理財 有些很虛的 很虛的 那些就令很多人選手難腳 信錯了人 但是現在警方正在調查 但是有很多新聞就說了 你們怎麼去選擇一些投資公共 或者選擇什麼的方法去投資 因為有很多人是聽別人說的 又好像給你一些甜頭 又好像是真的 誰知道越叫你投資越大舊 然後拿不到一個本金出來 不要說利息 什麼都沒有了 很慘 現在還好像被凍結了一個戶口 那些虎主已經硬硬了 說真的 真是信錯人了 還有說真的 Crypto 最風光的時候 其實一早已經過了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還有人 就是到最後 只是一個貪字了 其實 Crypto 我有些朋友 真的由Bitcoin 最好 幾百美元的時候 炒到幾萬元 那這些是真的有財富增值 但是問題是 當你所有人都在說 接著越來越多平台的東西 亂到你都看不明白 這個我又或者是一個幣 你又或者是一個幣 喂 那你都知道有問題了 是的 就是我覺得這些 instinct 其實是要建立的 其實那些 NFT 我都沒有玩的 是的 那有人賺到錢 都是啦 頭那一陣賺到錢 但是當新聞報紙不斷報導 譬如說 不要說這些不虛擬的東西 當新聞報道不斷說叫你買金 多數已經是升到最後那一節的了 那你一將功成萬骨敷 就是很多人都賺了 接著它跌下去的時候 就很多人在那些位置進去就會蝕了 你始終是一個靈和遊戲來的嘛 有時候 那你賺就我蝕 我賺你蝕的啦 有時候 就是你幫我高位接了貨就你蝕了 是的 還有現在的經濟環境 其實就是 其實現在要很審慎 真的很審慎 高息環境 我們二十幾年 差不多十幾二十年沒試過高息環境 是啊 是啊 高息環境我都說了 我買美國國債 是啊 我已經收到五離四了 那你有很多投資 說真的 以前的投資說 哇 十幾百里已經很多 那些內房的好笑 哇 十幾二十里啦 是啊 那你就知道它正在爆了 哈哈哈哈 所以真的買了內房債的那些人 我都是一點同情都沒有的 你都傻的 首先我就是 從來都不是在大陸股的 嗯 是啊 你知道它是房租價的嘛 二來它有東西蓋住呢 它不會告訴你嘛 還有現在很多 就是它們國家的政策 很多agenda 有空就買了教育股 就說不准補習了 那就玩完了 是啊 政策主導的國家 還有一些財政 就是那些 currency 不流通 那樣隨時有管制的國家 其實那些股就不應該買 但是當然 以前的人買騰訊都賺了很多 那如果你到 你真的在高位走了 那你就幸運了 那今時不同的往日 是啊 以前騰訊和現在 可能有一點不同 是 什麼都跌了 嗯 但是一樣有人賺到錢 就是等於我們學經濟 就是以前什麼荷蘭買屈金香 有人炒垃圾都炒得起的 就是屈金香不知道去到幾千 哦 我都聽過了 是啊 是啊 但是都有人買 嗯 有風吹炒得起 你又是早入場的那個 你又高位 懂得走 那其實都是一種財富增值 那總之就不要阻礙了 但是呢 他們很聰明的 雖然人都知道 也不是人的 也覺得現在的環境很動盪 但是呢 還有虛擬 貨幣很虛擬 但是為什麼那些人還是信的呢 就是因為很多人在之前賺過錢 我都說了 比特幣是有些人是賺過的 咦? 哈哈哈 抱歉啊 嗯 我自己也有進場的 然後其實我也是好像平時我買股票那樣看一些圖表 就說它在高位 那時好像五萬多多元 就說有一個退出的信號 就是我自己用自己的方法 每個人都是自己的那種系統 那我看到 我說是退出的 那唯有 就是我看圖的 我沒有感情的 那樣東西 那它叫我退出的 那圖叫做退出 我就退出了 那就是我也是很後期才買的 因為我一直都不是很想投資這件事 其實投資有很多很多工具 那你投資一些很熱的那些東西 當報紙都報 我就說了 可能已經是米水了 沒錯 虛擬貨幣大家都知道 就是它們不相信一些傳統的東西 就是覺得傳統的就有國家 和有聯儲局的操控 所以虛擬貨幣就產生了 但是也有很多人利用了這種虛擬貨幣 去做一些不是很非法的東西 就是不見得光的事 當然啦 所以大家都明白到 如果一個遊戲規則的話 有些人會利用了這件事去做其他東西 都不出奇 還有這件事我們就不知道了 當然啦 無規管當然有無規管的好處 對啦 所以對於有些人來說是很好用的 但是那時候譬如我們捐錢去Ukraine 那些可能是很好用的 是啊 烏克蘭那些 但anyway啦 現在的問題就是那幫苦主 你自己投資什麼coin也好 跌了是自己的事 你只是選錯投資工具而已 但是這一群人信 這一群這樣減的廢物 就是人減KOL 其實都是有點划算的 是啊 因為他們是為了利益去做 他們不理你生死 是啊 那些KOL是不能相信的 你相信他就是因為你貪 那就衰上加衰了 是啊 但是他們很厲害的 他們說話令到你不會相信的 就是他們 是啊 那不是這麼多人信 你也知道這個人是所有投資機會都會撲進去的 就是林作人渣就不用說了 人渣都信 那你是什麼人呢 哈哈哈 那是 就算代言人都是這些開毛飄渺的投資 都其實很審慎 選擇你是在代言什麼產品 當然啦 其實明星就是給這些 這些是控制一個明星的reputation 你接什麼廣告 是的 所以我們其實今天跟Erica聊聊天 因為她很穩陣 而且很聰明 而且她很有眼光 就是她看的東西 不只是一個點 她是很世界上去看 其實我覺得都是在 macro 很多投資工具的 是啊 特別的 我們說今天的話題 其實不想這麼收窄 只是女性 Erica說不是男人女人都可以 參考一下大家聊聊天 人生不同階段 如何財富增值 我們那些計算又差 又像淨油一樣做 幸好你都不是你 或者很多你一代的人 幸好都是買樓 買樓那時候閉眼都升的 那就已經不用想 買樓的好處就是 又有Return 又有資產增值 有時你買外國的樓 還有外匯的升幅 所以其實你們80年代已經賺錢 90年代更加賺錢的人 只要儲了一堆樓 其實已經無憂了 以前我媽媽都是這樣教我們的 但是時代會變的 是的 時代會變 現在又不用這麼說 香港的黃金多少年 就真的在這一年不改變 是的 剛剛就說新加坡已經取代了我們第一名的地位 是自由的 是自由的 我們加拿大有一個不知什麼 有一個Phraser的不知什麼研究 就說自由經濟自由度 香港本來是第一名的 現在就變成第二名的 這個J-Path事件 我不知道現在警察 或者是證監會那裡怎樣處理 我又不能說他們有罪沒有罪 我們不知道 但是就很大的風波 那拘捕還要上手扣拘捕也是一件事 所以我就趁這個機會跟Erika聊聊天 人生這麼多不同的階段 那怎樣去投資 怎樣去理財呢 怎樣因應環球方面的變化 或者我們首先要做些什麼基本的東西 才去投資 我寫了整個list給你 多謝多謝 其實我覺得很難的 說從小時候開始 小時候你最初接觸的應該是禮事錢 和利用錢 其實錢我還記得 是的 那豬仔錢鉗就未必有一個好的工具 因為你看不到你有多少錢 是的 越打爛才能看到 那就是債掃沒有花的 但是不practical 人是會花錢的 所以我覺得要由小培養 一個理財的觀念 譬如我以前有利是錢 那加起來 我要計算 究竟收了多少利是錢 然後我是打算怎樣用 然後怎樣攤分12個月 不要第一個月用完 那這些理財觀念 我想我差不多六、七歲 已經是開始要自己計算 自己建立 你很厲害 那時候我記得 我爸爸還在生的時候 然後他就帶我去 我很記得那時候 小時候去恆生銀行 那我就開戶口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會送一個很漂亮的錢鉗 我們年代 我記得是很漂亮的錢鉗 這樣就 有一些很特別的優惠 對於小朋友 我記得我爸爸就帶我去 開戶口 開始有這個儲錢的習慣 因為是錢鉗很漂亮的 所以才會去那家銀行那裡儲錢 嗯 不要管我的狗 他在後面 剛剛給了一塊東西吃 但是他已經吃完了 因為剛才開始有點亂 不然 開戶口是一樣 但是mark一本寶是更加重要的 你可以有寶仔 但是其實你自己有張紙mark 例如你禮事錢有一千八百元的 那你就自己mark 用了多少 在哪裡寫一些東西 可能用到夏年的新年 你就可以零了 那夏年的禮事錢 或者你是會存錢的 那就不要用到零 那其實你這些東西 如果你做父母 都要建立給那些小朋友 是的 不可以經常說想買什麼 想買什麼 那你想買什麼 在你的禮事錢上減 就是有些必須的東西 當然是家學費 或者什麼書寶 波鞋 就是上學要用的東西 是應該在父母買的 但是另外一些你自己想要 又不是很必須的東西 其實父母可以說 在你禮事錢那裡買 你自己用禮事錢買 那就建立了一個理財觀點 就是兩日為出 還有可能要有優惠 還有你知道自己的錢 花在哪裡 還有要有紀錄 這個是最重要的 有紀錄 是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practice 可能你去到十七八歲 都是得少少的收入 或者禮事 那時候不懂得去理財 只懂得去賺錢 就好像我那時候 就是做part time 又要上學 但是同時間我又會做part time 盡量 那你就當100%要優惠了 這樣也可以 但是有時候父母 逼你用你的錢買東西 都是一種學習的過程 不是100%優惠 因為你是不實現的 你到了長大後 你是會有費用的 是的 所以兩日為出 你不可以只得入 那你出那一部分 你就學不懂 是的 可能到長大那些 什麼補習 又有另外一些收入 就是想回這些東西 是的 那小時候這些錢 就存不到大錢 是嗎 當然了 所以就是靠雙手 就不會發財 就去到畢業了 畢業 都是要靠雙手的 一開始 是的 真的沒得費 除非是付以待 錢賺錢而已 現在的人說上網 就開始賺錢了 因為我的兒子 只有很小 打機又賣武器 那些人 他不是賣武器 他現在開始trade 就是賣東西 就是賣東西 賣球鞋 賣東西 就是在你那裏買回來便宜些 再trade出去 就是這樣 那就已經學做生意了 就是很小時候已經認識了 或者我有朋友的女兒 都是自己做一些手作 就開了一間網店賣 就是一些sources of income 但是未多到可以錢賺錢 固然是 那所以呢 都是隨著那個方法 就是入和出 你怎樣管理 還有save多少 有概念 嗯 到其實真的開始賺到regulary的錢 就是你畢業第一份工 那我覺得這裏呢 就是個分水嶺 就是如果你是成績好 你在好的大學畢業 除非你打算做KOL 你在好的大學畢業 你是找到一份好一點的工 在可能國際大公司 不管做哪一行 都可能有高人工的工 那就差很遠了 就是呢 我畢業我是找12000 還有你畢業是24000 開頭 嘩 那你想一下 計算12個月 24個月差很多 真的好遠 所以努力讀書 是真的要有 get good grades and then入一間好的大學 英文講好一點 然後GPA高一點 apply大公司的時候 interview聰明一點 這些是需要很長時間去浸淫的 就是說得很對 底氣要打得好 是的 底氣要打得好 除非你不是打算做公司 你是打算做明星 那你就會影響 就像你這樣 那很靈略 都要sharpens的skills 是的 大部分人都是做公司的 那你也可以有些side hustle 就是可以繼續賣一些東西 做一些東西 都可以 也都會令到你的財富 是可以儲存得快些 就是說你投資在自己身上 當然 真的不要依賴人 是投資在自己身上 我覺得 我有上課 你也有上課 為什麼我什麼都會 為什麼你還要問我功課呢 沒錯 大家都是上課 其實你可以專心一些 學習的態度 比較認真一些 那這些是make a difference 真的很笨 同一個時空 人家都吸收了 你又在那裡做夢 是啊 去派對 去玩 人家在那裡努力地做事 是啊 真的差很遠 這些到你第一份工就make a difference 然後去到第一份工都還沒有錢賺錢 但是你可能儲存可以儲存多一點 那你又會和你的同齡的人有個head start 是吧 然後呢 就要步步高升 就是你的份工 你可能入職已經有很多工資 那你是還沒有可以升上去 那這些就是你職場上的修煉 你自己做事 不是說要你抹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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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 如果你有時上班時間的東西做得不夠好 可能做了一份80分的東西 那你唯有下班時間都自己雕奪一下文件 或者想一下 然後可以做到95分的東西出來 那你就容易步步高升 不過有時不是看能力的 還要認識可能 就是討一下老闆寬心 未必一頓去查一下 但是你知道老闆要什麼 上司要什麼 你幫到他 他還沒開口 你已經準備好了 這些就是升職 我都喜歡這些員工 就是了 我叫你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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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了幾次 你自己聖復了 你自己主動一點 踢一腳 先動一下 你不叫他 他不做 叫他他做 算是這樣的 有些叫了都不做 還要你追回他 那件事你在做還沒有 做到去哪裡 做完沒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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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這些就沒得升 沒得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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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想一下 人工高低再去個步步高升 你就會跟你的同齡有很大的差距 是的 就是聰明一點 Be smart 但是 smart之餘 都還要勤力 嗯 是的 不要浪費時間 是的 很多派對去 很多錢可以花 但是 如果你早點做saving 就可以早點賺錢 我覺得你每年 我都有個表 可以分享給大家 就是 你賺多少 交多少稅 有多少 expense 要每個月 每個月 不要說 隨便 有錢入 出糧 出到我戶口 那我就買對球鞋 或者什麼 就是 你其實要設定一個budget 首先 budget的意思就是 你不要用完 因為我希望 你怎樣都有些saving 還有比如說 10%是investment 你的income 或者你自己設定一個percentage 而那10%呢 是用來做什麼 就是練習你怎樣錢運錢 就是你當時錢運錢 可能不多 你可能每年得 一萬元 一萬多元 可能買一些股票 但是呢 你就會練習 還有你要認識金融系統 這一個就去到下一步 你真的說得很對 好像剛才你一早已經說了 每個年代都不同 好像我們年輕的年代就是買樓 然後就是買股票 然後就是買方網股 但是每一樣東西 都有它up and down的時候 什麼樓 就似乎 這麼多年都比較穩定 香港來講就是最近才叫做回家 但是回家 都是貴的 但是很多人 現在打工 他都未必能上車 因為真的 沒有父母幫忙就怎樣上車 就是沒有腹肝 因為他們現在所有的東西都貴 不只是家屋貴 吃東西很難儲錢 人工又不見得太多 這就是通脹和高息年代 我們接下來是進入一個非常艱難的年代 是很多人沒經歷過的 因為年輕人更加困難 你怎樣給我們一些意見 譬如現在年輕人打份工作 股票又不敢買了 現在很動蕩 因為它高四百元可以買 經濟差的時候就可以買國債 我都說了 剛才美國國債已經五離四一年 是啊 五離四一年你租房子也沒有五離四 當然沒有 而且是穩賺的 只要你拿到貨幣 那五離四是代價的 不過當然比起房子 房子不但有一個return 可能都是三里 它還有一個資產價格的升幅 是的 那那裏當然是吸引 你以前香港的樓下 不知道升什麼 幾多萬 幾多百萬 這樣升的嘛 是的 但是現在在這個經濟環境 這麼艱難 這麼高息 通脹這麼高 經濟也都未必是好的時代 譬如那些債息倒掛 那這些時代 就不敢有太高風險的投資 所以都不要想了 5.4% 當然是殺了 就不要再想沒有資產價格升值 我覺得在一個跌市的時代 或者進入一個recession 或者高息的時代 你不輸就已經是贏 這個很重要的概念 你不要想著你經常都要買 科網 古代一點 Tesla 跌到一百元的時候 你是可以買一些 但是你現在是優勢的 那時候它有二百元跌下來 可能你一百八十又覺得值得值 一百七十又覺得值得值 已經存了一堆這樣的貨 當然現在都升上去 但是 有時候這樣撈底撈底撈底 也是我很不建議的一種投資方法 這個又去到第二個層次了 可以等一下講一下 講股票那些系統 是的 但是每一個時期 都會有好的投資工具 你不用整天只想著買Tesla 和Apple 是有 譬如有國債 有公司債 有股票 有樓 有商品 有金屬 重金屬 貴金屬 是有很多工具的 你在一個時期買對 就OK 巴菲特都會買美國國債 現在不買那個就笨了 是的 不過現在銀行都給不少值 是的 但是銀行是一個定期 譬如你一年來都是5厘 但是美國國債 是好像買股票那樣 你喜歡就可以賣出去 我說我突然要用錢 哎呀 如果我定期拿出來 我定期拿出來 我不但沒有了過去半年的息 我還可能要給他罰 這個就是我不喜歡定期的原因 除非我有些錢 我肯定不會移動的 我才會擺定期的 是的 否則現在美國國債 買了 那需要用錢就買了 如果是手續費 很少 你interactive broker 說選 是不是 嗯 這個也是一個方法之一 不用每次都跟著錢 那就是選擇 很多東西可以買的 其實 但是你要學 如果你對一個基本的經濟運作 或者一些金融體系的運作 都不懂的話 什麼加息啊 減息啊 什麼叫倒掛啊 那些指數啊 重金屬啊 期貨啊 如果你什麼都不懂 真是很難幫到你 所以 真是麻煩各位 就在這個18歲 在你之前 或者大學畢業之前 已經要有一定的認識 是的 如果不是 我和你說完 你都不明白 我教不了你的 這個是你要長期 所以我說你畢業之後 就要有一點點資金 就擺在金融市場裏面 是練習和學習 就是你有時候都會 譬如我這樣 我已經經過了幾個經濟危機了 我在成年之後 就是08啦 97啦 08啦 03就是科網啦 08啦 雷猛啦 接著就COVID啦 其實之前還有少少少故災的 就是有些大陸 香港都有少少 但是大型的就是COVID 然後怎麼知道一派錢全部跑上去 那這些都是我在 我會學習 在每一個風暴的之下 是譬如COVID之後 每一次都極同的 哇 竟然這麼大工 就是大通脹 其實有沒有想到 因為原來可以影響了一些運輸 還有供應鏈 還有打仗呢 打仗就立刻買金 買金 買白金 買油 這個不用想的了 就是烏克蘭一打仗就說 我和我老公說 不要跟我說話 全部會減退 不斷買金 不斷買油 不斷買期房 就是這些機會呢 你如果 譬如今早也有個機會 今早聯儲局說 不加息 不加息 但是還是一個比較鷹派的言論 也都說明年可能沒有什麼機會減息 那你要做什麼啊 如果你懂得做的話 繼續買國債 買國債就當然了 但是國債也會馬上彈起來 因為可能由一年5.2% 馬上彈起來 它不再加 但是它明年會維持高息的水平 嗯 但是也不會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剛才沒有說 就是外幣 如果美金一強 你就知道其它是弱的了 就是它要保持一個高息環境 其它貨幣就會崩潰的了 所以今早一說完的話 其實那些綁啊 日圓啊 那些病 那些男人 就是如果你日貸的話 你就要那段時間起床 那你立刻抓住那個機會 但是我現在也不是在說日貸 日貸是第二個方法 那港幣不是有些運行嗎 港幣一向都有運行 在整個COVID裡面 港幣簡直是如日中天 是不是 那四字池魚 是的 當然了 你為什麼去日本這麼便宜 因為香港 港幣是砍美金 要不然你哪有這麼便宜 你看看人民幣 如果港幣是砍人民幣 就是這樣倒閉 但是呢 人民幣現在不停倒閉 但是其實它又不是倒閉得特別厲害 就是你看看日圓 就是還倒閉得比人民幣 過去一年 韓國 WON也是倒閉得很厲害的 就是很多亞洲貨幣 可能除了升值之外 都是倒閉得很厲害的 澳幣也是 澳幣當然倒閉了 因為它突然說不加息 加幣現在才升了一點 加幣也說不加息 剛剛也說不加息 但是通脹厲害 所以也有少少的加息預期 所以又升了一點 那這些東西呢 macro呢 如果你是看不通看不透 是一個問題來的 那另外呢 就是 就是我最敬重的投資人 就是曹仁超 那我看了很多專頁和書籍 那如果你是選擇股 就是你去股的方向 那你就要選擇一個 正在建立的行業的龍頭股 例如 以前的Tesla 以前的Apple 當年的騰訊 現在就要看AI 和自動導航 是的 那你就買龍頭可以了 就是你identify了那個龍頭 那可能其實 就是那個無人駕駛 那個女兒 或者Microsoft 是的 如果AI是誰呢 是的 AI的龍頭是誰呢 那就要identify它 然後就是買那些 是的 那什麼叫龍頭啊 Microsoft又搞 大家都說搞的 AI 那你就要再研究了 是的 然後可能那個無人駕駛龍頭 都是Tesla的 是的 那你買股的話 你可以分段買 譬如 你每個星期三的都買一些 有些人就月供 那但是如果你想 那個平衡價錢 我覺得 投資呢 又有第二個心理的學習的 就是你不要 哎呀 不要在最低買 哎呀 不要在最高 哎呀 不要想這些啦 你是看中了那隻股 你不是每個月 或者每個星期 同一天買 你設定那些盤而已 到時market execute market execute 那你會不會儲到 你都是平衡了那個cost 你不覺得 哎呀哎呀 哎呀 經常都哎呀 就是投資呢 是很講心理質素的 嗯 是啊 你看中了你就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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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能到時 真的有一些 有一些就真的長渣閉上眼的 可能你自己有一個trading的系統 那個系統告訴你 啊跌得差不多了 要有個exit的signal 那你就賣了 到下一個有個entry的signal 你就買回 那感覺上 心理上就覺得 哎呀 沒有那麼不划 但是呢 就是這些投資的東西呢 其實我覺得不坦誠的 嗯 就是以前我是喜歡買金 但是呢 都是因為一些有些經濟危機啊那些呢 那些金才會這樣升上的 但是如果那個instrument呢 是已經完了了 那個年代 可能那些金現在就是1200 東西然後就去抓起來 的時候就去抓起來 是啊 那時候升上2000 就是啊 就是新聞都出現在 叫人買的時候 就是沒有什麼 呢 也都有一點人是千二買到2000的 那些沒人講的 因為newsignal 選擇不到的 嗯 有時候真的對人人買呢 新聞才找到的 已經太像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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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instrument呢 是要轉換的 就是有一段時間呢 我找了巴金的 叫 taralladium 是一款給金更貴的貴金屬 啊 又是真的是 升到幾千元 但現在那個年代已經過了 去烏克蘭打仗的時候它是最厲害的 然後到21 反過來可以反過來很厲害的 是啊 看得很緊的 真的 留意著 我呢 就都有一個trading view 那我就是 這個就是比較古話那些 那我其實每天都看一至兩次 我就不是 現在我不daytrain 因為在溫哥華的市區不對 我早上六點起床 那我三點才睡 我只要六點起床 那所以呢 我就是看圖 我看一個日線圖 那如果那個日線圖 我自己有個系統去trade 如果那個日線圖告訴我 咦 今天應該sell這東西 或者應該平 即是應該take profit 或者應該enter 那我就會做事的了 沒有感情的 我看圖的 就是我看對那個instrument 譬如 日圓是在跌的 接下來都可能跌的 除非政策 英鎊是在死的 之前已經知道了 那我就看對那個instrument 就只是看那幾個圖 你不要選20個instrument 即是呢 除非你的數目真是好精 或者你是 full time 做這件事 你選20個instrument 你有時候自己都看不出來 你選了instrument 還要看新聞的 是啊 但是又不要選全部都是外幣的instrument 就是這樣就沒有diversity的 鬼不知美金星全部都跌了 但是就要分散一點點的category 所以說呢 沒有東西是不勞而獲的 現在看看Erica 她完全是做功課 還有分析 還有她累積了很多的經驗 她真的去學 去看 還有去study 那你才會 花很多時間 是呀 所以大家如果其實 不是太晚的 如果你說現在想學的 那你都要好像Erica 多點留意著 認識一下多點的大環境 這樣去做分析 其實要聽很多 當然我有聽一兩個人的youtube 那我覺得他們是講得很好的 也都很有根底 也都跟我本身by instinct 的 feel 是比較接近的 是啊 那譬如羅家聰博士 是啊 有一位叫Dr. Ng 是做牙醫 但是竟然是一個很資深的債券投資者 是的 因為估計很多人說 債券投資者就很少人說 但是他真的很厲害 那我主要都是看這兩位 是啊 就學到東西 以前當然有松仁超先生 但是就 是啊 所以我 他過生的時候 我都買回他所有書 希望將他的知識 再重溫一次 再豐富 是啊 還有現在很多人都是 聽網上的消息 還有聽這些KOL說 真的要很小心選擇 當然了 是啊 要看那個人的底下是什麼 還有你自己 你也不要打算把錢都給那些公司 就算了 是啊 你自己不知道 你都給不到方向他 有些公司都問你 你想做什麼 想分配是怎樣 那你一些方向都給不到他 他有時候都不敢跟你 全部爭取主意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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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怎樣呢 好像現在高息年代 跟我們過往的十幾二十年 真的有些分別了 嗯 現在樓很多人說 我真的不認識 我什麼正式買樓怎麼辦 什麼都不知道 其實樓這件事 就是綁住人家很多錢 是的 還有很多債的 是的 你都明白了 加拿大一加息 我這裏的業主都爭爭的 已經比兩厘 比六厘 或者更高 沒錯 那美國的樓市就會遲些才反映 因為其實很多人 鎖死了個息的 起碼 鎖三十年 有些說幾十年 有些七年 有時候每個建築者都不同 是的 那有些就三十年 有些七年 我都聽過的 那好了 就是去了整個環球環境不同了 就是一個購入的價值 是高的時候 其實樓點都會回少少都不奇怪 但是也都有個別因素 譬如加拿大有這麼多移民 那加拿大可能的抗跌力是比較高一些的 是的 那有些個別的因素 但是如果有些朋友 在加拿大買了一些樓花 可能就來closing 我都說 不如你摸出去 你現在cash 你摸了出去已經賺了錢 然後呢 你有cash 你可以買國際 還有你之後 如果有些什麼 這些樓反而回的時候 你可以再買回 是的 其實你高賣一件東西 你可以等它低賣的 是的 還有現在的return 又未必是高 你現在租出去 還有你知道 加拿大有很多租霸的 那些turns 是很不適合業主的 是的 那些都要留意 要留意 是因為我們的制度的問題 是的 但是你說現在租屋真的很貴 是 如果你說我沒有居住 所以那個return環是高 所以租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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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 也都好像你這樣說 那些業主也都會想賣 你租了,他又打算買,你又會搬來搬去 其實又是另一個問題,所以大家要想 有些人說現在租就比買,又說租就比買貴 現在好像因為息高的話 其實現在很多東西都未明朗 就算他到加拿大,這些Gamobius 我覺得都是有一點點未明朗 香港就明朗了,香港是死定了 所以我的朋友其實都已經決定來加拿大 都未買樓,未賣樓 那去年已經開始放出去 現在是無人問津的了 尤其你的大屋苑已經幾十個盤 整百個盤放出來,何時輪到你 那你加成都劈三成的時候 你層樓,你的 asking 有沒有劈三成? 你劈不到三成就沒有了 但不是啊,我們香港 你不要等水魚,未必有這麼多水魚 尤其是大屋苑 看你的什麼位置或者location很好 總有例外的 因為有人走就有人入 你知道香港現在有很多 歡迎很多專才 歡迎很多不同的人去香港 香港樓,我就覺得 你現在看到那些朋友 嘔嘔聲賣不到樓,這個就是現實 我不管你說有多少移民啊 還有多少大陸錢來買啊 現實就是我每個朋友都賣不到樓 但是會不會我們經歷過這麼多的風波 那這一次,之前都說買不到的 是啊,可能這次是不同的 我最記得是2003年,真的 那些樓可以去到跌 哇,跌七成啊,八成啊,跌八成啊 但是你怎麼說呢?你要升呢? 你的經濟要有底氣的 你的經濟如果是跌完之後 你現在有什麼因素 你現在想不想到有什麼因素 會令到香港大升呢? 除非國家有改變的政策 是啊,你說 唯一改變的政策 就是它放很多人進來 但是它現在會不會放很多人進來呢? 你的錢一去了香港 就等於到處飛的了 你一轉了港幣 就等於到處飛,可以轉美元 可以全部出去了 現在你內地已經有這麼多的管制 旅行都不讓你 或者不讓你帶那麼多錢走的時候 又是否真的會開放呢? 還有這些你要想 香港現在的人口管制得很重要 譬如有些香港人 可能和老公在外國認識 接著結婚 生了兒子才回來了 他就不給身份證你了 就是比較難拿 不知道 基本上是可能要你 要回香港住很長的時間 你才可以拿到身份證或者之類 就是很多的限制和以前是有點不同的 人口政策我都不太看得通 政府想怎樣 究竟想大陸人進去 外國的人已經走了 他被外國人回去的也很難 大家都很清楚 香港有錢的人走的人是很多 是的 香港人本身是有底氣的 因為我們從70年代開始賺錢 是儲了很多財富的 所以你看到這次大陸倒是很嚴重的 因為他們是越來越清晰的 已經越來越還原 債券、車那些是沒有錢剩的 他們的有錢 只不過是有錢了十多年 而那十多年不是全部人都有錢 但是香港人是從70年代開始賺錢 買樓是儲了很多的底氣 但是這些有底氣的人都已經開始走了 跟著說了這麼久大家都明白 就是香港 I think it's a dumb deal 就是 for real estate it's a dumb deal 我看不到有什麼動力 機會 幾年後 有錢的人又不會回去 有錢的人會不會回去 除非有大政策的改變 因為現在其實很多在外國住的人 都覺得 因為他本身不是一個出生 不是一個讀書 可能是移民 很多都真的回去香港做本行 因為他覺得暫時賺到錢 他覺得香港還是賺到錢的 香港還是賺到錢的 很多都回去 就是未必回去他還沒走 但是你都明白也有很多很多人走了 是啊 你走的人 你自己身邊都看到 帶上一家大小 其實來到都可能已經有一定的儲蓄 就是不是說很窮住走的 或者就是fresh grab 沒得說 都沒有什麼儲蓄 來到都是捱 但是你有子女的那些都中產 都是帶了資產走的 是啊 那有底氣的人都是走得多的 是啊 實際也是這樣說 我們宏觀一點說 比如好像英國這樣 你住了香港這麼久 我也想住在環境 不是一定說英國一定比香港好 不是這樣的意思 有時候我的人生 好像Erica都到處住 我覺得好像沒有你的生活 為什麼你這樣會看到多些 你的視野會很廣闊 就算你說英國 我覺得英國真的很棒 為什麼 雖然我不是在這裡住 你想想 它旁邊就是歐洲國家 是啊 隨便坐火車 就可以去瑞士去意大利 飛一飛一些內陸的 什麼ACJAPAN都飛起的 那些廉航 你是神根公約 它不是 但是你可以進去歐洲 是非常方便的 你想想我去完意大利 我都不知道多想再回 接著隔壁又是法國了 在英國 你控制不了那個 是啊 那貨幣又很嚴重 你想想 英國無緣無故 是一排兌曉美金一對一 就是那個 是啊 是啊 那個交接的時候 出了一些事 歐元現在都說想回去一些 really depends 美金一高 根本就有 是啊 美金保持著是一個高息 其實其他貨幣是很難想的 唯一的機遇 我就覺得是日本 如果日圓突然說 就是寬鬆它那個 quantitative 就是比較低息的環境 或者它的國債如果開始升 那日圓一彈 可能彈十幾百分之 就是日圓突然由150 去到130 120 其實是不難的 不過就要等 就是你就要記住這件事情 我現在都記住 如果那個日本央行行長 突然說這些東西 我就要 都記住我手提倡的日圓 是 但是現在買日圓 當然有個問題 就是沒有息收 我明明現在擺美金都有505 我現在買了一堆便宜日圓的話 又沒有息收 就等它升值 就是這些你自己要取捨 不過好像很多人現在 想投資買物業在日本 在日本 但是又好像說有很多規定 我也是有日本的物業 其實不是很多規定 不過 要日本人 是不是 不是不是 從來都不用 外國人可以買的 那你找一個好的經紀 都可以介紹 總之就幫你搞定 所以令到一些文件 你用英文都可以看到 那麼 印花稅不算高 經紀用就還高 但是兩樣東西加起來 都可能跟香港的兩樣東西加起來差不多 但是現在是日圓便宜 但是日圓便宜 是不是一定要買日本的房子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日圓便宜 日圓便宜的時候 你都會賺到一個交易率 而你是有利益 而利益是值錢的 但是你買了日本的房子 如果你五年內買 你要知道一些規定 那個金融金很貴 那如果你是說自住五年後賣 那就是說你的錢要鎖死五年 還有你買日本的房子 未必可以拿到金融 假如你拿到金融 當然好 日圓的資金這麼低 但是 如果你是拿金融 但是日圓升 那你就愚蠢了 你還的時候 就還貴日圓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貪 日圓便宜的時候 就 只是把它升值 你只是買日圓就可以了 你不用一定是用便宜日圓買房子 還有就算你是過五年都好 你的房子升了 金融金賺錢 其實稅也是不低的 是啊 這些東西你就要釐清 不要經常想著這樣 我覺得在這個年代 利益度很重要 所以我都說 我都寧願買國債 有時候都未必放CD 就是買 就是因為 因為我有需要 我有一個利益度 是啊 可能再過半年 我是買很多公司債 是已經的息很高 這些都是一些選擇 我可以有錢去買 除非我真的肯定用不到的錢 我才會放Deposit 你真的很好 你很勤勁 還有你真的看著 有些人會說 哎呀 一年吧 少一些半年吧 這樣就有它了 很多人都是 DCD亂買 是啊 其實那些CD你要看著 譬如一個月 兩個月 六個月 一年 兩年 三年 你也都要和國債比較一下 當然你現在看美國國債 一定是一年是最高的 5.4 十年都沒有5.4 只有4.8 就好像 那你就會想 全部錢買一年 嘩 但是一年之後 如果那個一年 就是那個Yield curve 扔回 一年之後 你拿回一堆Cash 到時候那個十年 或者一年 又貴很多 可能又便宜了又貴了 那怎麼辦呢 所以有個說法 就叫做買了整條Yield curve 就是你又買一些一年 又買一些兩年 又買一些五年 買一些十年 但是不代表你會設定死了 譬如你買了一些五年 那到時候你又想轉十年 那你就賣了一些五年 轉十年 因為我真的都說 國債其實你可以好像股票那樣 自由買賣 是的 那你見過價升了 或者息跌了 就是兩樣一起發生的 那你便可以轉其他年期 可能遲些 十年過債 會上七厘的 嘩 那每年都有七厘 就很重要的了 是的 所以你現在不斷買一年 你下年 拿著 那些錢都變成了 你就可能站在那裡 下年買兩年 可能沒有現在那麼高 你不知道的 那現在 我們剛剛發生了 一件轟動香港的一個 就是好像龐氏片那樣的東西 那現在那些人很小心 那你有沒有什麼提議 其實 弊這件事 不要買一些你不明白的工具 是說完了 真的 就是NFT我一點都不明白 Bitcoin sort of kind of 好像有 currency 但是它是不同的 那當然它有它的價值 當然 人人都有一個 demand 的時候是有它的價值 但是 我都不是很看得明白 我當時 總之不同的 coin 都買了一點點 就是這些我叫做 alternative investment 或者當時有些 spec 可能又買了一點點 但是 都明白的 但是一些你不明白的東西 就絕對不可以買 就是這件事太明顯了 是的 就是 如果你買 你套回一個現實 就是如果你買一個手袋 你都沒有聽過它是什麼牌子 不知道它用什麼材料 但是它買到三萬元一公 這麼貴 為什麼你會買這個東西 你傻的 人家買我買 就是覺得它會升 但是你不知頭不知路 就好像那時候 那些婆婆買千年蟲的解藥 一樣 真的信有條蟲 是的 要解藥 否則條蟲就吃了你 就是 那這些真的很好笑 不過現在還有很多朋友 都很執迷不悟 還覺得有些人說的說話是對聽 令到自己還是信 我覺得是時候要醒一醒 真的 還有一些無緣無故說有很高的貨幣 就要小心 那時候說真的 前兩年 前三年 內房出那些高息賺的時候 都很多人吹的 說買呀買呀這樣 買了奶的東西 16至18% 買了就出了錢 是啊 不要說息收不到 本都收不到 是啊 現在本都收不到 現在倒不到 當然 我明顯是看到 是靈性那些人 那些息是很高的 其實一個人 那時候低息環境 為什麼會肯給你18厘 真的嗎 我也不知道 但是很多很聰明的人 哪裏畢業呀 去過外國呀 什麼做 什麼敬人都買過的 貪心 他們覺得 人家死不是他死 我真聰明 或者有些人覺得大陸是不會死 那你一路 其實呢 投資是不可以有一個質念的 當然你覺得有一個方向 其實那時候 譬如金這麼升 或者黃金通通 就是有這種概念 可能有一個方向的 但是這個方向 當你見到那個系統或者那些信號 不太對路的時候 就可能要改變回你的Fundamental的想法 如果你是過去十年都覺得大陸不會倒閉 但是現在這樣 碧桂園 恆大那些 你都覺得不會倒閉 那你的腦袋就沒有運用 其實我覺得整個 我不知道 我不懂得看 但是我覺得 我感覺到 連我也感覺到就是 從2019年開始 我覺得所有東西就開始變天 是啊 真的變天的 不是只在香港 我們有一代人是出生之後 都沒有見過加息 我也見過了 你也見過了 因為以前你十年利息都給過了 買樓 我那時候買樓就是十幾年利息 是啊 所以他們這一代 可能年輕人那些 真的不知道是風浪來的 那時候真的差不多 你買樓 你是有多少錢就給他 是啊 十幾年利息都照給 十幾年利息都照給 照給 賺多少就給他 賺多少就給他 給他銀行 填了一個淘汰 他不是 哇 那些息這麼高 那時候我們真的是捱的 現在就回到那個日子了 要捱了 不過又沒有去到十幾年利息的 會不會呢?聯儲局怎麼說呢? 他說現在不加 他明年加不加? 那他的息五年利息 還要加 mortgage 就是銀行還可以再加嗎? 當然啊 是啊 我想到 可能暫時還未到十幾年利 但是你說八年利息 九年利息也有 八九就不掉了 八九就不掉了 嘩 八九跟十幾年利息一定不是太多的 是啊 都是很貴的 就是要想一下什麼時候拿貨幣 什麼時候拿一些短期的東西 什麼時候拿一些長期的東西 這些真的靠你學 看 macro 就要決定到 但是今天有個新聞 什麼? 他說有個 不知道什麼 瑞士有個institution 又在猜 全世界哪個地方的爆破 就是那個地區的那些樓 就是那個泡沫化 他說香港現在又不是那麼高危 不是 因為香港正在回 當然沒有泡沫化 德國很厲害 是啊 咦 那我又沒有study 剛剛看而已 我看不看也不記得了 總之說 溫哥懷上不了榜 總之不是頭六位 但是香港就排第六的 他之前就有很多國家 就是這個泡沫化比香港還要緊要 其實排第一一定是大陸 我不知道他怎麼排 他好像也沒有那麼少 那個泡沫在爆了 所以可能不是排第一 但是如果你說早一年 早兩年 我想肯定是大陸 是啊 嗯 但是他說好像德國有些 是嗎 那我完全沒有study過 剛剛拿到有個消息 是嗎 他說 啊 香港現在離開了這個危險區 對 是大陸而已 這樣 咦 我就看看 自己安威一下自己 咦 溫哥懷呢 他又不是頭六位 溫哥懷暫時都是穩陣的 是啊 始終移民政策放官都這麼厲害 是啊 是 撐得住的 還有我也是驚訝的 因為我最近都看了一些資料 關於工作的方面 就是找工作的方面 我們BC省就不要說Vancouver 不是說Greater Vancouver 說BC省也有三萬多份工作 嗯 你想想Toronto 即那邊 就是我們BC省也有三萬多份工作 那就是說我們BC省也有需求有多大 我真的不知道 轉市這麼好 但BC省的薪金當然是低於Ontario一點 對呀 都要看公眾 是公眾 看公眾 即是Broadway也有興建,也有興建這些,SkyJune 其實很需要這方面的人才,當然IT也是很需要 或者是護理方面的,無論是childcare 我早上不是叫你去做,但我不能再生了 否則我生完,我指你開一間daycare幫我照 我現在是這麼說,因為那個政策轉變 即是說政府願意付錢,補貼一些 政府會幫你付很大部份,那這些政策轉變其實是商機來的 那你就應該開daycare 是啊,因為不是客人付錢,政府付錢為主 這些是要做的,所以如果有些人想在溫哥華創業 還有daycare,如果你生過都知道,在溫哥華 大肚子已經要預約了,是啊,否則沒有的 是啊,如果有兩個working parents,你怎樣呢?沒有daycare 那你一個就要留在家裡,不照顧孩子 是啊,就是政策轉變,尤其是政府補貼這些東西 也是要有很大的觸覺,要聽著的 所以如果你是想溫哥華創業,不過我也聽說很麻煩的 因為daycare,就是很多construction的restriction 這裡又可以有一級樓梯啊,危險啊,那些東西 所以拿牌也不是那麼容易的 而且我經常覺得現在一個亂世,香港,不只是香港 全世界都是,包括香港 亂世的經濟環境又不是那麼明朗,那麼差 甚至現在國內可能很多內房又在爆 其實我會覺得很多妖孽的 是啊,大家真的會小心啊,不要亂聽,不要亂相信 因為我覺得會有很多騙子 其實呢,騙子呢,什麼時候都有的 你由倫敦金到現在,倫敦金都還在騙人 是啊,它轉變不同的形式出來騙你 是啊,它用不同的手法去吸引你,那些迷信女 哎呀,不要傻啦 沒錯,所以... 用回自己正統的方式 因為你這間JPAS,我不知道它有沒有罪,我現在不敢說 但是呢,它的確它的銀彈攻勢是很厲害的 周圍贊助,在主要的媒體 包括你主要的生活圈 就是你所有的鐵路,地鐵廣告,燈箱,隧道口,什麼 全部都,你感覺就是很厲害 這個真是,配合一定是一些大公司啊 它越敢做,有時候越覺得是編局 是啊,有些大公司根本都不用這樣賣廣告法 而且這樣燒錢法 就是我當它有投資者 這樣燒錢法,那這間公司的overhand不是很高 是啊,它當然要賺你的錢 你給overhand不是它給的,大哥 但它實在是沒有交易的 就是聯交所說,它們完全沒有交易的 那些錢存在裡面 然後它拿別人的銀行 拿了別人的銀行 是的,是的 這些銀行不是認名的,是認銀行的 這樣都給不給剩下的 沒有人承認的 而且它真的沒有幫你買虛擬貨幣的 它沒有幫你買比特幣,它沒有幫你買任何 以太坊 什麼都沒有買 就是幫你蓋它的債 就是它是要給廣告費 你那些錢賣就用來給它花 這些費用 真的都很明顯的了,我想 唉,我不知道 我從來都不想有這麼 我不投資一些很奇特的東西 或者太生命的東西,就看定些 當然你說比特幣300元升到5萬元那樣 沒有我份也沒有辦法 我錯了 你可以買一個的 就是有些交易投資 我剛才說的那些,你都不太知道什麼 不過算了,它300元美金而已 你就買一個 嗯 是啊 那只剩下的那些,你就買一手 它這間公司可以不可以就算了 是啊 交易投資可以有少許,但真的很少 投資真是很過人的 很過人的,其實你的財布分配 我現在都 有時候,我未必有一個系統 有些人就說四分一債,四分一股 喂,有時候看時勢的 未必一定是對的 未必有一個計劃的 好像說,有位朋友 蕭英露 雷曼,大家都已經忘記了 是啊 Credis Week剛剛發生完 大佬 Credis Week 是不是傻的?這些事情經常都會發生的 不要以為 是啊 就是以前的人 我都有買過Credis Week的公司債的 嗯 是啊 那想到Credis Week都不會倒 但是一早都賣了 那些債之前跌到那麼厲害 那之前已經賣了 又不是多 但是歷史的教訓是一定要學懂 是啊 是啊 那有些什麼寄遇香港人啊 是不是真的要不要再信很多那些 所謂的 是不是現在有很多那些 就是用層架式的方法啊 或者是 總之這些怪 你自己都覺得怪怪的事情 就不要參與了 就是有人逼你 你又要逼你去逼人 那些 那些就從來都不會做啦 嗯 我不知道 Pyramid Scheme呢 最後是賺不到錢的 你看Youtube 你學一下就明白了 一開始是賺到 最後呢 是會有很多 Structurally 你是賺不到 你catch up不到recruitment的因素 是肥頂層的 是啊 是肥頂層的 譬如你去創一個 這個Marketing 你是Pyramid 那個 就是你最頂的那個 最頂的那個 其他那些人 幫那個人打工 那些已經是Common Knowledge 是啊 但是有些人就 看到那些 那些 那些程顏色 不說什麼牌子 嘩 誰又買 我也去過他們那些會議的 嘩 誰又買車 嘩 誰又買樓 嘩 誰那個別墅 我想想 什麼公司來的 你這些 有錢 買得起 什麼錢 誰又有個遊艇 蛤 你整個會就是講這些 他就是 你拜金 要你worship God 這個就是貪 所以我都發展到 其實有一個人 你可以希望回報高 但是不要再有一個發展行 是啊 發展行就好像踩在這些陷阱 有時候 是 你看看 正正經經其實這些事情有回報的 成功的人士 已經是生在我旁邊的 他擺了多少心機和時間 還有要用一個很靈活的腦筋去 去放眼去看這個世界 不過我都不夠厲害的 其實有些人 有些很大型的投資 那些是賺很多錢 但是我都是太保守 是的 或者在這個環境也是適合保守一點 那些是賺大錢的 有可能有些大型項目 籌不知 一億 那你只是一部分 那些是賺到 但是我整天 都覺得來銷售我那些人 我未必信得過 當然是說得多厲害多厲害 最後出來不是這樣的時候 不似預期的時候 你就那筆錢都沒有什麼剩下的了 所以這些 是有 風險和回報是掛鉤 是有很高的回報的可以 很多人發財都是發這些大型投資的 嗯 是啊 但是我都是比較保守 只是就這樣少少錢賺錢 是的 就是每年有一定的回報 其實我現在呢 我之前都有計 我究竟一年會花多少錢呢 我是知道的 那當然公司賺到 但是生意的東西都不是永遠的 那我就想 那我是不是 夠錢退休呢 那就是我都會計一下數 假如不夠錢的 那就在買衣服那裡剪下一點 你用不用啊 那可能不夠的 最多去少一天 去少一天 法國的 去少一天 我看過我整個費用 最貴就是旅行 是的 因為我可能一年去六七十天 那你只剩下酒店已經很貴了 那這些可以剪下了 就是我不是一個要有遊艇啊 要有一間屋子多漂亮多漂亮 我不是那種人 是的 所以in a way 都可能省很多錢的 是的 有些人就 哇 就是要show off 那就會浪費很多錢 哇 你在香港有隻遊艇 要拍位 要船夫 哇 是的 那你要一副三大 都不夠你用了 那些 但是你要show off 其實你有時候想出海 不是租一隻艇 大家賺錢而已 但是如果你要show off 說你有隻艇的 是的 你去西貢不是開車的 要搭自己的艇去 你要這些 那樣就要付出代價了 那當然了 是啊 那香港人現在怎樣呢 我相信現在香港其實還賺到錢的 當然 你這些專業人士 有些在香港的朋友不走 就是一個理由 就是因為還賺到很多錢 是的 還有稅低 所以就說其實現在 現在在香港你繼續努力去賺錢 真的努力 那我覺得還是可以的 但是他們又說 現在做邊際 是的 那現在市都開始差的了 哪一行會影響呢 你覺得市差的最 首當其衝是什麼行業 嗯 我覺得演藝圈肯定 首先做IPO那些 都沒有IPO的現在 是的 那些以前是香港最賺錢的 地產也是最賺錢的 你看那些發展商都要減價賣房子 都會賺 但是會賺少了很多 這些才是大型的行業 那當然你市差 譬如你的股票是這樣倒閉的 你人 我都會覺得 嘩我的股票縮了水 其實都會影響零售的 那我就少少一點點了 沒錯 是啊 你一直連綫效應的 其實香港是有什麼會升回呢 我看不到 美國的錢走 你IPO賺不到大錢 股市這樣 17000點鬆一點 你遲些有什麼的經濟動力 是可以拉起來呢 除了移民之外 你要有移民入 就像加拿大那樣 那樓市起碼會撐得住 不代表你的經濟活動一定多 起碼是 人多了自然就 但是能力會高一點點 好一點 多人運工 多人花錢 這樣 是這麼多 但是你一個經濟的火車頭 是去了哪裡 香港的經濟火車頭 你還說不說得出 未來五年的火車頭在哪裡 那這個就是個問題 但特首現在很努力搞夜市 哎呀這些算了 夜市不是你搞出來的 沒錯 是當年的人 譬如做工賺很多錢 已經好東西才下班 所以又要有娛樂 那是掃街 是不是看電影啊 等等 這樣來的 沒得你硬搞的 沒錯 是那個經濟活動 就是 紫序金迷 夜總會 是 就是整個文化的氛圍在那裡 不是說你搞就搞 其實政府有哪樣 動手搞的經濟活動 是成功的 是沒有的 一定是文化的 那個氛圍 市民的行動 是造就 造就這件事的 不是你說搞的 就是那時候 有東西試的 魚蛋就給你掃 這樣來的 是嗎 很小販現在都 是啊 怎麼都掃光了 轉行 那些商場開店開店 沒有人去的 那個氛圍都不是 特別是COVID之後 那些人根本就回家 就是比較深歸了 我習慣了 那幾年 又是你逼我們回家 是啊 可能這些搞什麼搞什麼 都是一些利益輸送 就是我們不要想到 這麼傻 是一些利益輸送的 就是想把一些錢 給某一些搞這些事情的人 但是你說回頭 現在可能是馬喉跑了 其實你香港 你COVID 它真的很遲才恢復 你想想其實我們加拿大一早就已經 不用戴口罩 已經開放了 是啊 香港還是 哇 那時候我回去 什麼七日 十四日 十四 二十一日 我們感覺真是死了 你想想 哇 它真的限制得很重要 其實人家已經開始復蘇 連日本 新加坡 泰國 一早已經放了 北美洲不用說 歐洲不用說 是香港 和中國大陸 還是 哇 其實他們 就該死吧 中國這個清零 對他們的代價 是大到無法想像的 現在所有畢業的人都找不到工作了 是啊 然後再加美國的結婚 其實已經完了 完了 走了 是啊 還會比日本的失落 三十年 其實日本 你想想 它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初 它那些 整個國家的資金 是高於美國的 差不多高於美國的了 一個京都已經貴過 就是那些真正財 加起來已經是貴過整個加州的了 所以 那些日本人 所以 日本人 那時候 就算經濟爆破 都是有底氣的 但是當然那個失落 都是由 一些企業 銀行 和一些企業 開始 這些企業 找不到工作 變成一個經濟 其實慢慢 一說就說 失落十年 然後二十年 然後三十年 就一直都升不到 但是日本人本身 是有錢到嚇死你 你知道他們 那些日本的二手袍 Chanel Dior 多到死 因為那時候 法國那些 那些衣服 全部都是日本人買的 其實現在日本人 還是很有錢的 其實是 他們的經濟內存環 根本是沒有東西的 只是 那幾個 是啊 那只是他們 那些出口 當然以前那些Sony 那些當然是沒有了 但是他們的內循環 他們那些人 還是有錢的 他們為什麼對外沒有錢 因為Yen Sa 都很低的 他們現在當然不出外國旅行 大佬自己的Yen 那麼低 但是他們國內旅行 很厲害的 那些民宿 酒店 旅館 On Sand Hotel 是很厲害的 他們是有錢 但是有Yen 是啊 是有底氣的 有錢的 其實跟香港人 日本人比香港人還沒有錢 有一代人是沒有錢 就是現在 可能30歲至50歲 那一代人 就很沒有錢 是啊 但是他們的父母都有 所以日本有底氣 都要搞30年 你想想大陸怎樣 大陸我都說沒有底氣的 它的經濟發展 都是十幾年 然後那些人是越來越清 是不夠底氣的 Savings 不夠的 是啊 可能Savings都買了樓 買了樓 然後那些樓一倒閉 就什麼都沒有了 現在那些樓又是賣不出的 是啊 那你想 逼桂園和恆大那些客人嚇死我 哦 搞到這樣的 是啊 這些我可能不懂 但是看新聞 說那些落法 聽都不會 沒有的 其實都是來自美國的那些結婚 開始 就是你那些工廠沒有訂單 他們說銀行不借錢啊 聽他們說 就是國內的銀行不借錢 不借錢出來 不借錢出來 突然間 都沒有人要借 他們當然想借錢出來 銀行要借錢出來才賣錢 都沒有人借 怎麼還呢 已經自己那棟樓都供不了了 還借錢 是啊 嗯 所以就算怎樣降準都沒有用的 你降準降準都是沒有人借錢 息又不是 息又減少少 但是 嗯 那些需求不在 就是那個賠償的需求不在 不是 前景也是 即是被印度取代 哇 印度多生得 是 其實生得 和吸引到移民 就贏了 這個世代 美國人是很生得的 人人都很生得 生孩子生孩子 生很多個人 他們其實很喜歡 美國人有錢 美國人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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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很多 美國人 當然是 他們全部都是美國人 很生得的 印度人也很生得 所以 所以接下來經濟是會有個大洗牌 印度人也懂得說英文 人人都不生得 日本、韓國固然 大陸、香港 歐洲都不生得 只剩美國很生得 因為搶移民 我看過新聞說在大陸生孩子 很貴 沒有人敢生 因為每個人都要讀書 就是欠了學位 然後又要補習 又要學這個 那樣 在國內生孩子 都要很多錢 哪裏盜生 都不只是錢 很多人的工作 在城市 那些農村人口 都會生 但是你賺錢 那些中產那些 都去到城市 已經兩個人 一個人 一個人已經上班了 他們那些上班 不是開玩笑的 你做IT的工作 一天十個小時 回到家已經累到死了 養一隻狗都不敢生 怎麼敢生 是啊 就是這樣 其實日本也是 很多人都去了大城市 東京 東京已經住豆腐潤這麼小 然後還要兩男女都要上班 而且日本更差 日本女人結婚 又說要做家務 那你只有一個男人賺錢 然後還說生 你已經東京住豆腐潤 都是那句 狗都不養得好 生孩子 我十年前去東京 真的見不到嬰兒 不過這次我去 有一點點分別 多了嬰兒 真的 多了 那些嬰兒 生嬰兒車的店鋪 是少了很多 是啊 是啊 因為我之前七月底 跟我的女朋友 在多倫多飛來 就打算買那些嬰兒東西 然後我問我表哥 我表哥住在日本 他就說 你去三月的童裝那一層 衣世丹童裝那一層 或者有一點點 他說沒有啊 沒有什麼玩具店 不知道啊 沒有什麼玩具店 沒有什麼童裝 反正我十年前真的沒有 這是什麼城市 都是年輕的人 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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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來行去 沒有嬰兒的 為什麼我不是去錯地方 很少啊 這次已經算是見到很多 你有時候去那些 糟了 那個區叫什麼 那個我記得 不是 上班 不是 去那些沒那麼旺的區 就會多一點 這些都是旺區 就會多一點 小朋友 有公園那些 上野 對 袋袋木啊 上野啊 這些就會有多一點小朋友 不過我看到這次去歐洲 歐洲都是多嬰兒 比較多 哇 意大利很多嬰兒 周圍都是推著車 真的 這是遊客 可能是美國遊客 都不是的 都是很多嬰兒 都是本地的 幸好都增加了一點點 COVID沒有什麼 做 做其他運動 是的 都增加了一點點 但是整體來說 全球的人口都是縮得很厲害 是的 是的 我們的觀眾很多 教育水平高 壓力大怎麼生 工作時間長怎麼生 生什麼鬼 是的 然後教育水平高 地球有 動盪 中國人口老化 是的 這些很多問題 是的 喂 我不要針對中國 不是針對中國 現在是中國 當然是這些新聞 嚇死人的 哇 你還要說是我 真的 沒有關係 針對你們看新聞 我們都 是不是 這個是時事 沒有說針對哪個國家 日本剛才都說了一些 印度是 因為印度你自己說 印度當然 人口很厲害 是的 因為不是我 是不是 不是我說的 是報紙說的 然後說 你看什麼報紙的 你看這些報紙 這些是 不是真的 是假新聞 哈哈 不要說這些 哎呀 是這樣的 騙傻了 這些是 數據來的 除非你不相信他的 政治 做人就是最怕 像你們這樣 自己欺騙自己 閉上眼 你罵我 不會是事實來的 是碧桂園沒事的 閉上眼睛這樣 你們放開眼睛看一看 不要只是說我針對油 我針對油 為什麼又沒有獎項呢 其實你想看一些 明顯中立一些的國際新聞 可以看一下 譬如德國的英文新聞 或者有時候 日本的英文新聞 我都會多些了解日本行程 因為其實 接下來經濟好 日本有兩面 一就是它人口老化 還有人口下降 不只是老化 人口不斷跌 但是呢 其實失落30年之後 它經濟真的會開始很 是啊 會多一些外來的投資 因為那些外資 在中國拿回一些錢出來 如果拿到的話 那他們都要找地方拍的 或者找地方投資的 那 instead of emerging market 那些叫做什麼 Emerging market 中文是什麼 Emerging 是啊 就是不投的那些 因為那些有風險 尤其是一個美國加息的環境 那些新興市場 是的 就會很有風險 所以變成很多錢 就會拍回日本 日本始終有一個大的經濟體 還有是安全的 你的錢拍在日本 那巴菲特又開始投資了 所以日本 是的 當然了 日本接下來是可能有一個comeback的 是啊 是啊 所以你們如果有剩餘的錢 其實可以 趁比如對美金150 這些水位的時候 是買少許日圓的 或者再用個日圓 可能買少許股票 不過現在股票又特別高 買少許日圓 不要買股票 因為遲些日圓一升 股票又會塌一塌 那你就cancel out 但是你便宜 可以儲少許日圓 一來自己旅行用 或者可以駁它升值 隨時都不用幾年兩年 可能升二十幾% 回報都是很高的 嘩 是的 做一個聰明的人 就聽多點耳朵 就不要情緒 控制自己的智慧 還有我覺得香港的樓 很多人都是 又是有一個主觀願望 就覺得沒事的 沒事的 就像丁鞋一樣 技術調整來的 但是 是 可能是一個技術調整 但是調整完之後 它是有什麼經濟獨力 可以上回去 這個是大家要問自己的問題 是啊 嗯 因為香港那個市場 真的一向都是比較國際化的 是啊 現在香港股市都不計 不是跟美國走的 你看Dow Jones33000 34000 港股17000 跟大陸走的 以前香港 美國晚上一升 香港第二天就升 跟得很貼的 還有那個指數 不會差那麼遠的 香港和美國 是因為我們的經濟 以前都是蓬勃的 其實你要看指數 譬如日本指數 現在都是33000 是Icon Dow Jones 嗯 那這些指數 都是可以拉一個水平的 雖然完全不是Apple to Apple Dow Jones裡面 都有很多 國際合作 但是你可以看到那個地區 是啊 日本 大佬這麼晚幾點升上來的 哇 很多人都超過了 三點幾 真的 三萬幾 是啊 那你香港就是17000 那你要想一下為什麼 明顯地結合了 是啊 沒有的了 那有個網友都說得對的 他就說 Yen現在沒有息 所以都不會買很多 那確實是的 所以我就說你買D 但是我相信 接下來的交易減 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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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這五里幾的 美國的債息 的 因為 Yen升上來 就不是人敢品的 嗯 就算我們去年那個 Yen的調整 都是由一百五十多 爬上一百三十多的 都很厲害的 是啊 Terence說 是不是日本還有上升的希望 不是全世界都跟著美國走 現在呢 是全世界呢 給美國的高息 和高美金的匯率 是拖死的 應該是這樣說的 扔回來了 哎呀 如果你本身有美金 就真正 其實呢 本身有港幣就是正 是啊 沒錯 港幣就是美金 很強 所以香港人是沒有虧的 但是如果你自己拿著一層樓 你看著它不斷倒 那你的港幣 你就不是拿著港幣 你是拿著資產 是的 那那裡就出現了一些問題了 嗯 沒錯 是啊 是啊 大家有沒有一些問題想問 哎呀 我們的 沒有啊 我不是真的很厲害的 很厲害很厲害 聽一下劉家聰的劉家聰博士 是的 我也很喜歡聽他 因為他講得很貼地的 嗯嗯 譬如主持問他 是不是這樣就是衰啊 那你怎麼樣 他說 又不是的 還沒衰得了 影響都不太大 他沒有那種分析師那種慌 我就喜歡這個 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不用繞個圈講的 是的 譬如他說 Crypto 現在香港是不是Crypto玩完了 因為拘捕了這幫人 那不是啊 就是 CZ不是 它只是其中一間公司而已 沒錯 不是說Crypto玩完了 不是這麼簡單的嘛 人家剛剛才在新加坡開了一個Crypto的一個大的展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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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對 對 雖然騙徒的手法是層出彼窮 但都是萬變不離其中 萬變不離其中 正時 所以剛剛Erika說 讀一下歷史 讀一下少少政治 看看 金融史是很重要的 你要學習就是看金融史 不是只看現在 還有知己知彼 不只是看著亞洲 你看全世界都會有影響 當然了 macro 就是 macro 是的 不是只看著自己的歷史 如果你在讀大學也可以讀少少 譬如 international finance 這些科目 不是要你 major 但可以讀一點 是的 謝謝你 Erika 我覺得你也學得很快 因為我覺得你訪問很多嘉賓 譬如有時候都會提到經濟 我覺得你學得很快 我真的不懂 你一陣子教我 我覺得你現在懂很多 但我沒有膽又沒有錢 不要緊的 我覺得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是最重要的 知道的 不過 我就不會 我一定會自己騙自己的 我不會騙自己的 就是不會專門看一些適合我看的東西 適合我聽的東西 就是 open mind 因為譬如一些博士 他就是看到有一個前瞻性 可能我們未看到 當然你可能半信半疑 那你就要了解一下他講的東西 那個可信性 或者未來的 為什麼他會這樣講呢 了解一下原因 是的 還有我自己覺得 最近最有能力花錢的人 我覺得是美國人 那當然了 他的經濟體系 number one 不是開玩笑的 還有他的GDP per capita也很高 還有有時候也不只是看GDP 是要看他的disposable income 每個人究竟每個月是有多少錢的GDP GDP是最有錢的 這個是沒有話說的了 是沒有question的了 我們以前去美國花錢就覺得很便宜 現在我們去美國花錢是非常之貴的 但他們依然會有很多錢花的 美國人真的厲害 在於強勁的purchasing power 那你看這些大公司 美國呢 我前幾天去了Vegas 真的我覺得美國是一個夢想之國 你只要有一個idea 你就可以做到很大 因為那個市場很大 還有那個capital market 集資市場很靈活 很靈活 你想想那個什麼女版橋報師 有時候就是 雖然是騙人 但是你有一個idea 就說有幾百億美金進來 多誇張 根本那些capital多到 都不知道頭什麼好 所以你只要有一個idea 其實就會有investor 跟著這些生意就可以做得大 一下說52個state 已經有52間店鋪了 每個state再開到一間 嘩 又有52間 哇 那你的生意怎麼會做得不大 你美國真是夢想 你一個inventing Anna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這個劇集 又是騙人 但是大把人投錢給他 你要有一個idea 送人投錢給你 你present得好 人家信你 又說幾個億又給你 真的 很厲害的 美國人在New York Wall Street 太多錢了 他們都不知道錢拍在哪裡 都希望有些公回報的東西 是 那就拍給你 信你就拍給你 是啊 美國很厲害 他們的視野是不同的 是 很自由的 所以在美國做過iBank的人 有時候我都會遇到一些 認識到一些 嘩 真是看東西看得很大 就是找到大錢的人 其實我都不是找到大錢的人 就是這個意思 他們一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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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有1000萬美金 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 搞搞搞搞 接著就 嘩 return 30-40% 或者是倍數這樣上的 這樣啊 他們是這樣看東西的 唉 所以一個人 我覺得 如果你是發展行 或者很想賺錢 其實真的要去iBank做一下 尤其去紐約的 不如收成徒弟 不如收成徒弟 收成徒弟 我都不是聰明那類的 我都進不了iBank 我只是蠢 我是零 不是 我覺得你進步了很多 我想如果幾年前跟你說這些 就是你少跟別人做訪問 你還不懂 現在我覺得你已經學識了很多了 我也喜歡看一下 但是看不等於我認識 你認識的 你認識了很多的 我覺得 多謝 你繼續 我覺得你一直訪問人 其實真的學了很多 訪問你不就得了 不是啊 我只是說很差勁 但是你一直訪問 譬如不同行業 或者不同層次的人 其實我覺得你是學得很快 學了很多 而且你是很虛心 而且你是很開放心 開放心是真的 開放心是因為我真的不懂 是真的 但是不是人 有些人不懂都假裝 我絕對不會假裝 或者不虛心 或者 不知道 不想告訴別人不懂 我只是會做一隻牛 我不敢的 什麼都沒有假 你以為牛很多人會做 牛 你叫我像你那樣 肯定開YouTube 我都做不到 我真的做不到 不過有時候做生意的人 有些懶 你想什麼做我做的事 不是啊 紙碟江山 你做你做你做 其實我想做好我的YouTube 所以我現在請了一個人幫我 就是可能講一些話題 對 你找對象 你找我吧 八分鐘 找我做對象 找人聊天 我會會問你問題 其實是 我都很喜歡和你做 因為你都很了得到我講話 有時候那些 可能我想講 但是如果我自己對著鏡頭 可能講得很悶的 但是跟你一起講 你找我 就可以很搞笑 因為有些不懂的人 會覺得問題 蠢蠢的 哎呀不懂 不懂 你教我 這樣 但是一講你就明白 我覺得 OK啦 其實我剛才講了很多概念 都不是人都明白 真的 是啊 但是你說話 你每次都是 你是深入錢出的 是的 我都希望是這樣的 我想觀眾都明白的 觀眾很感謝你 我這個就是 我希望所有 就算我生意上 美容上的Youtube 我都是希望做到深入錢出的 嗯 因為其實我們很照顧 一幫我們的香港朋友 一幫我們的女人仔 是吧 就是自己 如果有些司機就怎麼樣 就是 真的不要那麼輕易信人 要自己看清楚 是不是 你看Erica 她真的很勤力 當然她有智慧 加上她的勤力 那就無敵 嘩 這個世界正在變了 你不學 你學小日都不行 嗯 不斷變的 是不是 變回萬千 還有不只是看香港 看全世界 當然是 香港只是一個經濟引擎的 非常小部分 很小的 所以大家都要 眼睛放遠一點看 嗯 如果沒有什麼問題 Erica OK 答了很多了 不如我們走吧 是啊 我想下次跟你開 可能再過幾個月 我會去日本住 不要太過分了 那你網上可以 可以 我想在日本住多幾個月 學日文 然後再慢慢和你分享 在日本的生活 啊 日本那些機票都很貴 我也想去探望你 真的 有時候會便宜的 休閒 最近呢 說去台灣便宜 突然間 那你去台灣再去日本回 可以這樣考慮一下 不是 剛才看了機票 它價錢便宜便宜便宜 其實你九月有時候收到便宜 不過你又快要飛什麼了 法國 十月底而已 十月底而已 你也去的 是不是 我一月才去 我趁大減價才去 我約了Sony 是啊 我也會見她 一定 約了我吃飯了 吃飯 是啊 很開心 第一次 真的 面對面見她 她常常在聊天 但是還沒面對面見過 沒見過 是啊 但是她回香港了 她快要回香港了 哦她在做秀 是啊 所以大家快點支持Sony 她每次都買爆的 是啊 一點都不用 是啊 是想崩頭的 是啊 但是我還是覺得 Sony可能在聽著 或者她那些粉絲都告訴她 Sony是香港頂級的chomedian 最好看最好笑 真的 我覺得去到那些大排都不及她好笑 因為她那些好笑是有一點點抵死 是啊 是啊 還有很多大排都不說名字 都是男性 那女性那些很細微的 她有 她有 她們不明白 所以女人看Sony 是真的笑到卡卡聲的 Sony真是厲害的 她在巴黎參加洞都笑比賽 用法文 你想想 是真的 是真的 很好笑的 還有你看到她做準備 做很多功課 想啊練 是出了很多努力的 不是隨口 說說說自己的童年 就是一個show 很多人都是 我都明白 說說說童年 又不是好笑 你這些跟粉絲說的 你開過youtube就能說 但是Sony那個是一個show 是一個performance 是不同的 她很厲害 是 轉速很快 是啊 又抵死 又抵死 說話又好笑 抵死是重要的 抵死才好笑的 是啊 所以大家很幸運 可以在香港那裡看 是啊 你不准放下我 你去日本還去日本 是啊 我去 我想等著住久一點 認識多一點那邊的文化 還有我會全力學日文 我會住整個六個月 我希望六個月之後 是真的頗為流利的日文 我看到你 聘請一些老師 是啊 我正在討論的 我有一個PA 幫我做這些事情 有時候現在不懂日文 有些東西不懂填 又說要fax機 又搞不定 這些幫人叫我做 然後就請一個全職的日文老師 就希望每天 就算見不到面 都跟我聊聊電話 學一下日文 生活快點這樣學 我就不喜歡對著那個教材這樣學 對著那個教材 你學很久都不可以跟別人交通 我明白 沒錯 我要從生活開始 很死板 是啊 你考試那些 什麼N5N4 那些是比較死板 是啊 到時再跟你再聊 你還學日文 給我一定學不到 我想我已經記不到這麼多東西 唉 我也覺得我記不到 不會 你這麼年輕 唉 我的記憶力跟以前差很遠 那些記憶力真的差很遠 差一點 除非我很用力去記 如果我看完呢 看完不會記住 其實你要用方法的 譬如一個字 什麼 你要寫十次 你就這樣看 寫寫寫寫寫 是不會記得的 是啊 你寫十次 會縫寫支持 就唸出來 然後你的腦後 不被聽到自己的音 你就會記得的 你不用想,你這樣真的很勤勵 學習,我覺得人上學讀書就是學習的方法 我們小時候學中文,不就是不斷重複 寫一模一樣,真是死記的 那些文章怎麼記呢? 在英文字難記到不得了,不就是不斷寫 寫字寫一版、兩版,小小讀的時候 所以學日文就是要這樣學 用你最原始的學習的方法去學 Apply to any languages 真的,對 希望我有機會住法國,我會學法文 現在最完美之急就是學了日文 因為你會住一段長時間 可能到時有些投資機會,生意發展機會 我一定要認識日文 好聰明 希望到時可以說少少日文 好,我們今天差不多了 都聊了很久了 對,聊了很久了 多謝大家上班了 好,找個日本人 蛤? 那就容易學了 哈哈哈 我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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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nge Rain說 日本妹也可以 我可以做朋友 當然 叫你老公不要經常去 哈哈 給你一些空間 我需要一些空間 可以嗎? 哈哈哈 幸好我看很多動漫 其實都會學得很快 是的 可能看舊的日劇 這樣學 好了,謝謝各位 我們除了支持員 當然要支持Erica 原來明的YouTube 以及支持她的咪咪咪咪 是的,來我的店鋪賣東西最重要 是的,今年經濟差 那些人都去完旅行 我們都面對一些挑戰 不是,九月現在那些人回來 是的,八月七月真是麻煩 那些人都走了 旅行 多多支持明明媽 多謝 她的產品是非常好的 經過她檢視過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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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多謝 記得訂閱、隔壤、留言和分享 好,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